6月6日晚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展开最后角逐 中国女排在0-2落后的绝境中连赢三局 上演史诗级逆转 以3-2击败意大利女排 终结了面对意大利女排六连败的尴尬纪录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6分 在央视担任解说嘉宾的惠若琪表示自己激动扔笔 对阵克星意大利女排 中国女排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绝境大逆转 将中国女排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强大的埃格姆即使狂懒39分 也在最后被打崩了 在这场众议之战中 郎平将指挥功力发挥到极致 朱婷 袁星月 李盈莹等女排将士三军用命 上演奇迹大翻盘 作为中国女排队长 朱婷在比赛中多次身先士卒 奋勇杀敌 第二局 中国女排15-20落后时 朱婷不停的鼓掌 动员全场观众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极大的振奋了士气 第四局 中国女排总分1-2落后 单局22-23落后 朱婷报扣后跪在地上 泪滩的朱婷一度爬不起来 跪在地上挪动身体 看着令人泪目 赛后 朱婷朝着李盈莹握拳幕后 霸气鼓劲的一张图片也火了 在央视担任解说嘉宾的女排前 队长慧若其如此说道 太不容易了 解说的我比都扔了 还是那句话 最后一球尚未落地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迈过意大利 有了新的成长意义 著名导演陈克星与爱人吴君如也在现场观战 还在赛后同女排队员互动 拍摄了大合照 郎婷与朱婷因为参加新闻发布会 缺席了这次合影 陈克星如今正在拍摄电影中国女排 能观看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现场感受真正的女排精神 她无疑找到了最好的电影素材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